上帝预言在末后时代要差遣救主到东方 东方的智鸟是救主以人的模样在遥远的东方国家登场完成上帝计划的救赎工作之预言 然而诡谤者否认圣经说不能将吃尸体的老丁解释为上帝 若我们查考圣经就会发现上帝通过各种比喻让我们认识上帝的品性 圣经中的比喻是以用事物的特征使我们容易理解 因此试图从比喻中的动物身上寻找上帝的圣洁是不合理的 圣经将上帝比喻为狮子 有时也比喻为羔羊 有时被比喻为葡萄树或圣殿 如果不能将上帝比喻为吃尸体的动物 那么也不能将上帝比喻为无法移动的葡萄树或圣殿 诡谤者主张 我们不能将上帝比作吃尸体的老鹰 这是毫无道理的 是毫无法移动的 庄民主席 那是毫无法移动的 庄民主席 喜爱 喜爱 喜爱